毕竟斩棘二 四宫分组正式公布 来到四宫 将组建四个五人部落和一个六人部落 由于苏有鹏部落已经是六人部落 而张智越部落是五人部落 所以这两大部落不需要变动 最终需要扩建的是吴克群部落 张智林部落和陈小春部落 而三宫中任贤齐部落垫底 淘汰两位成员 仅剩下任贤齐 刘凯威 吴卓熹 所以这三人最终被吴克群部落 张智林部落和陈小春部落挑选重组 最终全新的五大部落诞生 分别是陈小春 李承炫 杜德伟 吴卓熹 仁科 张智林 张云龙 范士奇 刘凯威 麦克 四五鹏 周伯豪 信 林峰 金汉 蔡恒 张智越 潘伟博 郑军 王大陆 曾比特 任贤齐 吴克群 吴建豪 马迪 杨长青 对任贤齐来说 显然是带着遗憾和失望的 毕竟自己作为队长最终失败 导致两位队员离开 但是如今他也有着自己的打算 虽然受到两位队长邀请 但是想要先去火力值较低的部落 也算是去帮助自己剩余的两位队友 这是他的责任和担当 然而他就接受了吴克群的邀请 加入火力值较低的吴克群部落 而四公和三公的赛制保持着一致 依然是部落夺火站 共八首歌曲 五首部落秀 三首加分秀 而加分秀依然是部落合作 但是不同于三公部落秀和加分秀参加人员不再重复 每位成员只能二选一 历经选择最终部落歌单如下 部落秀 张振月部落 张振月 潘伟博 郑军 王大陆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吴克群部落 吴克群 马迪 好久不见 陈小春部落 陈小春 人科 杜德伟 李承炫 寒鸭少年 宋鹏部落 宋鹏 周伯豪 金翰 林峰 蔡衡 半数人 张志玲部落 张志玲 张云龙 范士奇 李响 加分秀 张振月部落和苏有鹏部落 信 曾比特 红尘来去一场梦 陈小春部落和张志玲部落 麦克 吴卓熙 刘凯丽 一起摇摆 吴克群部落 任贤奇 吴建豪 爱死杨长青 空空 自由鹏部落为了保持神秘感 闭门谢客 封闭式训练半数人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想要赢 所以拒绝参观和交流 保持神秘感到最后 陈小春部落和张志玲部落 合作加分秀舞台 还有各自部落秀舞台 也早早地在一起开会协商 对于他们两大部落的舞台人选 可谓是变化之大 最初确定的是 合作加分秀一起摇摆 为陈小春 刘凯薇 吴卓熙 麦克 范士奇 陈小春部落秀 寒压少年 杜德伟 李承炫 人科 而张志玲部落秀 李响 张志玲 和张云龙 陈小春 历经考量 从原先的加分秀 一起摇摆舞台退出 加入到寒压少年舞台 而理想舞台 由于张志玲 年龄较大 与张云龙的合唱 无法让人相信 于曲风 不匹配 最终 范士奇 加入 从两个人变成三个人 最终一起摇摆 从最初的五个人 变成了四个人 然后又变成了三个人 最终确定了 麦克 吴卓熙 刘凯薇 历经一场大病之后 刘凯薇也是一脸茫然 队伍变化如此之大 当然一切都是为了 更好的呈现 为了赢得胜利 虽然历经了一番波折 但是当到了加分秀训练的时候 大家还是相互陪练 陈小春也感到很是欣慰 直言 我们这两帮人 很窝心 很温暖 很有爱的男人之间的一种 碰撞交流 吴克群 部落的分配 加分秀 空空 吴克群说到 一定要任贤奇 因为他的人气高 搭配吴建豪和杨长青 而他自己和马迪唱 好久不见 说到就是简单的唱 任贤奇也表示 自己作为新加入的人 还是不要去改变原先的风格 尽量的听从 不过对于自己要表演的舞台空空 任贤奇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在导演建议吴建豪只跳不唱的时候 任贤奇表示 还是需要唱跳结合 全面展现最好的 以避免让观众有所疑问 而对于吴建豪来说 还是想要去专注一些 所以在听到吴建豪的心声 队长吴克群就前往与任贤奇协商 最终历经协商出奇招发回特长 吴建豪只跳不唱 吴建豪成为这个舞台的舞蹈担当 对于张振月部落的部落秀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郑军表示想有所改变 因为之前的歌有点压抑 想要改成有力量的 张振月也表示支持 现在就是变成男子和分手不掉泪的那种 郑军的摇滚魂被启动 如此一改也是自己部落所想要的风格 郑振月、郑军都表示自己不擅长表演 所以想要把音乐做得更加出彩一点 在这样的状态中 郑军表示自己是幸福的 历经分组、人员分配、改变训练 披荆斩棘二次宫即将开演 依然分为上下半场 总火力值最高的部落群员安全 其他四个部落 观众个人喜爱度最低的两位将被淘汰 既然除了排名第一的部落 其他部落都有成员淘汰的危险 那么最终谁将会淘汰出局 拭目以待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